现在藏书奴这个顺子是场上最大的顺子 但是输一个铜花 不管谁的铜花都是听一个后门话 所以说藏书奴主动打出来 下注1万5 哦 加注来了 加注到多少 加注到6万 欢迎来到大鹏的周 今天我们带来中国牌手藏书奴和盖哥 在哈斯拉娱乐场上的精彩表现 这张桌子的忙碌级别是小忙一百刀 双大忙两百刀 专位四百刀 盖哥在小忙位拿到了10时 开始加注到1600 藏书奴在大忙位 拿到了K8方片 选择扣 Robbie拿到了A9空心 也是选择了扣 三加打翻后 两位选手进去都是看花啊 才是来到了5000美金 现在三位选手的胜率并没有拉得特别开 翻牌 圈 七 二 两张红心 哇 这个翻牌面对Robbie来说非常有利啊 给了盖哥一顶帽子 藏书奴变成一个厅后门花 Robbie拿到一个厅坚果花 现在既有位置优势 又有顶端排力的范围优势 又有胜率优势 下注172 希望留的手牌范围非常宽 而且希望留下两位选手 盖哥选择了扣 这个下注尺度有点便宜啊 藏书奴也是选择了扣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一张草花钩 盖哥再多一顶帽子 藏书奴的后门花也不在了 Robbie也过 合牌一张草花4 Robbie的听花是破产掉了 现在盖哥的1010稳到了最后 盖哥在前面选择过牌 藏书奴没有任何修长价值 反而是鼠动打出来 做一个绝命不拉夫 下注4400 那Robbie这个牌接不动啊 最常规的打法是选择器 如果说想操作要选择做加注 这个A9红心很容易抓机没机大的 好选择了缝到盖哥 这手牌看盖哥抓不抓 反后藏书奴如果有圈的话 打的是很奇怪的 只打了一个check call 如果说有勾的话 合牌没必要做下注 所以说盖哥虽然两顶帽子 但是不用考虑这张勾啊 考虑圈就行了 除非藏书奴是一个勾圈两对 好 盖哥选择了call 成功收持 这手牌藏书奴的故事 讲的并不完整 所以说盖哥没太相信他 对吧 一般来讲 你翻前没有打得那么凶 那么手上没有什么 Pins啊 A圈的组合 那翻后击中一个顶队 你没做下注的话 面对下注应该打一个过牌加注啊 是吧 没有打 然后这个合牌你反而打出来 这个完全说不通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中队啊 看起来是两顶帽子 但实际上影响你判断的 就一顶帽子 另一顶帽子不重要 盖哥拿到了quins 在cut off位 开始加注到1200 藏书奴拿到了圈石 这手牌被压制了 JR还拿掉了一张石的奥茨 藏书奴这个牌 想连锥两张石 实现反潮不容易了 只能去看顺了 好 翻牌 879 抢后面 JR的15 拿到一个两头 JR这个牌是怎么回事 不太清楚啊 Full掉了 对 我觉得这个牌 应该翻前进不来的 安迪的88 选择了Core 打了2000啊 不知道安迪是Core的2000 还是 盖哥加注到1200 然后 不对啊 他们拿出来的筹码是2000啊 这里现在动画效果给的有些乱 那不管怎么样 藏书奴也是一个两头老顺 但是他有坚果范围优势 安迪的88是中Site了 盖哥的圈圈 依然是超队 转排一张方片4 安迪的Site依然没有打在前位选择后排 盖哥的圈圈依然是超队 没有任何改变啊 这张方片4是一张白牌 没有改变场上的局势 藏书奴也过 合牌一张方片弓 哇 藏书奴合杀了 现在藏书奴这个顺子是场上最大的顺子 但是输一个铜花 不管谁的铜花都是听一个后门花 所以说藏书奴主动打出来 下注15000 这种后门花的话 只能是混合型听牌才会去听 否则的话没人会追啊 藏书奴也是利用这个信息 做一个价值下注 盖哥的圈圈是有支付能力的 虽然说排面出花出顺 但依然有支付能力 因为对盖哥来讲 藏书奴如果击中后门花的话 击中花的话也是一个后门花 说不通啊 哦 加注来了 加注到多少 加注到6万 打了一个两点几倍的超时 现在藏书奴需要用45000 来看一个85000的才是 大概是一倍二 藏书奴认为自己的牌 有33%的胜率就可以选到框 盖哥这个圈圈打出的加注啊 并不是一个价值下注 哦 藏书奴选择了负啊 盖哥成功收持 这手牌拿到超队 去打一个三倍的超值的话 你不能指望着一个这个 顶队啊 去扣你不现实啊 所以说这个下注 从尺度上来看 不是价值下注 然后藏书奴也真的相信 盖哥很有可能有圈了 这个打法非常的cash game 非常的深仇 如果是浅仇 如果是锦标赛的话 盖哥绝对不会这么大 这个就是哈萨尔娱乐场 打法的一个特色 就是每个人带入的筹码 都是 就是多的几千个大忙 在别的地方我们都看不到啊 我们一般来讲 锦标赛的标准 起始的筹码带入量是三百个大忙 然后一百个大忙 我们都算深筹或者是标准筹 但是哈萨尔娱乐场 我们来看一下 两百算是大忙 两万就是一百个大忙 这个你像JR啊 带入二十二万一千多个大忙 超级深筹 本来一些不值得玩的牌 在你的马量足够深的情况下 就值得玩了 比如说这个双后门 就后门听花 后门听顺的组合啊 这种牌就值得玩了 这手牌查尔斯遇到点麻烦 下注两千 JR拿到一个名三条顶踢 哇 查尔斯拿到葫芦了 我说这个名三条顶踢 怎么胜率只有3%啊 我们来看盒牌 盒牌没出K 那这个华人小伙要收持了 这个牌是厂上的坚果 不输任何牌了 下注六千 做一个小尺度的价值下 哎呀 尺度也还行 不算太小 只是说这个 六千有点少啊 按照百分比来算的话 也不算小 我们来看JR要不要做繁打 加注来了 加注到一万六 那对查尔斯来讲 JR要么是炸虎 要么手上是一张名A了 现在再去打加注的话 就是冲有A的组合要价值 非常明确 直接推奥印 看JR这个牌能不能逃脱 JR这个牌不太好逃脱 真的 因为它是 赢三条以后的顶踢 也就是说 他只输葫芦啊 只输葫芦 他已经拿到了 最大的这个 赢三条 自己拿到一张A以后 外面只跑一张A了 那输所有的 A7 A8 A10 赛7 赛8 赛10 就输这些手牌 XR如果求稳的话 加注尺度可以打得小一点 我觉得打一个 这个别凹印啊 我觉得JR是完全不能拒绝的 当然打这个凹印以后 JR也是有可能会选择扣的 毕竟我们站在上帝视角上来看 JR是一个顶踢 盘面还出什么啊 还出一个小概率的顺子 9攻 或者是一个69 能够成顺 看JR 考不考虑这个 后门顺啊 好 是选择了 那给了查尔斯一个满支付 这手牌 还让小伙打得非常棒啊 也确实拿到牌了 本来拿到一个名三条以后 输替脚 这手牌很麻烦 这其实也没啥好说的 也是拿到牌了 只是赢多赢少的问题 合牌你打出奥印以后 就承担了一个JR不扣你 不给你支付的风险 最后JR也是选择了扣啊 就这么当的事 也其实没啥太多吹的脸啊 是吧 这个转牌给时这个就赢啊 这个就这么回事 这种牌打的就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去我也行 有点飘啊 有点飘啊 咱们打不了这个忙碌级别 确实打不了 这个太高了 好 这手查尔斯拿到了AK杂色 300到3000 安迪拿到了33选择了扣 先来撞一下赛 表克拉拿到了77选择了扣 A10也入职 那4加打翻后 打这种高额的比赛啊 这个 一看翻牌底时就一万多了 翻牌A3K两张方片 把安迪中赛了 这个赛是在前面一定要打出来的 因为翻牌发出了A和K啊 这个非常明确 就冲一个带A组合带K组合和AK需要价值 非常非常明确 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去做过拍加注 还不如主动打出来 现在A10的话有机会逃脱 但是查尔斯的AK 我估计要把刚才赢的全吐回去了 这个顶两队很有可能做加注以后 安迪再打一个300 那基本上两家就退要印了 这条街就能打光 我们来看这个A10 选择了起非常非常不容易 查尔斯的AK选择扣去慢的 他会觉得自己想多说两条街的价值啊 不着急把安迪打掉 转排出一张红心巴 那么从安迪的角度来讲 这手还在打 这张红心巴并没有改变胜负关系啊 如果你手上有A有K的话 还能支付我一条街 安迪下注1万2 查尔斯选择扣 合牌一张红心9 那尘埃落地 安迪的按三条稳到了最后 现在彩持是48,500 双方也交后手是77,700 安迪这手牌不易打得过大 可以打一个半持到三分之二彩持 然后给对手一个退要印 把自己打掉的机会 这样的话才能去收满价值 如果你打得太重 对手觉得你套持了 推奥印也推不出来 他就不会再加住你了 要么选择扣 要么选择扣了 好我们来看下注尺度 48,500的彩持 选择了扣 下注38,000 再秒扣下来 这手牌安迪是 抓了一个盆满波马 查尔斯把刚才赢的 全部吐给了安迪 谢谢 谢谢